今天的视频想和大家谈一谈黄瓜的施肥 修剪、瘦粉和落脉 先来谈施肥 施肥的话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底肥家族 也就是在春天的时候 在你把黄瓜秧子埋到地里去之前 要把地里原来的那个泥土 混合一些已经复苏好的牛羊粪 然后混好了以后 再把黄瓜秧子埋进去 这就叫底肥家族 之后黄瓜会茁壮的生长 一直到它开花结果的时候 开花结果期 它对肥料的要求很高 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到肥水跟上 也就是说要给它足够的水分 也要把肥料给它家族 这个时候怎么给它把肥料家族呢 我所采用的方法就是 用自己偶的厨余水 给它每个礼拜 稀释了以后 进行一个薄肥多湿的方法 以保证它的养分供应充足 此外通过对黄瓜的合理修剪 也可以对它的养分供给 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 现在就来谈谈黄瓜的修剪 春天当黄瓜秧子开始生长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离地面很近的地方 它有时候会长出这种花芽 一处一处的 甚至是 接触一点这种小果子 这种小果子 由于它们离地面很近 这种花芽和小果子 我们都要把它摘掉 如果我们以这个为一个节点来说的话 从这个地面往上 至少三个节点以内 这样一个高度以内的 所有的这种小花絮 或者是这种小瓜 你都要把它摘掉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 它在底部长这种小瓜 它长不好 为什么 因为它离地面太近了 即使它接瓜 到时候它的那个空间不够 它的那个瓜碰到地面以后 也会长成一个畸形瓜 第二个 养分是从下往上输送的 它的养分总是先去满足 最底部的这些花絮 或者是小瓜 如果这样的话 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枝叶 它就不能及时的得到充分的养分 所以在春季生长的一开始 我们是要把底部的 靠近底部 根部的这些小花絮 或者是小瓜 是要摘掉的 苏果 苏花蕾 咱们看这儿 一处毛茸茸的 好像应该都是公花吧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呢 只有等它稍许长得再大一些的时候 无论它最终出来的都是公花也好 还是都是母花也好 那么你看 在这一个头上 它一下子长出来这么多 那么我们都要给它稍许剪掉一点的 就挑那种长势 弱一些的给它去掉好了 这就叫蔬果 或者是蔬花 它的目的也是 把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强者 让它最终能够做成果 靠近地面的这些叶子 也应该剪掉 如果不剪掉的话 因为它贴着地面 很容易遭来一些虫害 这些发黄的叶子 或者是看上去就有病的叶子 也要及时的摘除 多余的这种龙须也要剪掉 要不然它也会占取你的养分 这种龙须它是用来爬架子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 爬架子我们也会给它用这种绑线 扎的呀 对吧 所以 你剪去一部分的龙须 一点都不影响它爬架子 如果发现一些小瓜发黄 明显的就是说它做不住果了 也要及时的摘除 要不然它也占取了你的养分 当然镜头里边的这个瓜是好的 因为我这颗黄瓜上面 没有什么不好的小黄瓜 这里只是给你们做一个样子 有果实长成了需要及时的摘除 及时修剪的目的 一个是增加植株的通风透气 减少病虫害 另一个目的就是 给它的营养供给提供合理的分配 现在谈黄瓜的兽粉 一般来说 我基本上不给黄瓜兽粉 那是因为我这里有足够的蜜蜂 和其他的一些小昆虫 比如说蚂蚁 它们会自动的给黄瓜兽粉 如果有朋友想学习如何兽粉的话 我这里也可以教一下 兽粉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 什么是雌花 什么是公花 这里边这个花后面带了一个小瓜出来 它就是雌花 再看那朵花 那朵花的根部什么也没有 它就是公花 那么兽粉怎么兽粉呢 就是把那朵公花摘下来 然后掰去它的花瓣 留里边的花蕊 用公花的花蕊 对着这个雌花的花蕊 轻轻地碰触 咱们就完成了人工兽粉了 现在来谈洛曼 洛曼是对黄瓜提高它产量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的这颗黄瓜呢 主要是在主茎上面接瓜的 这种主茎上面接瓜的黄瓜不需要打顶 然后这种黄瓜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如果不管它的话 它接了一批瓜以后 它就渐渐地变得失去生机 叶子开始发黄 特别是顶端的叶子越长越小 发黄 而且没有什么新的花芽萌发出来 那也就意味着它的结果能力降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需要给它做一个洛曼处理 所谓洛曼处理呢 就是把这个黄瓜秧子从支架上给它放下来 从底部开始往上 你选一定的长度 把它的那个叶子去掉 然后就把这些蔓落在地下 再把它剩余的这个主茎给它绑回到架子上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就会重新生长出新的枝叶来 也开始结新的一批瓜 现在我就和大家示范一下子 看如何做这个洛曼的动作 从镜头里可以看到 我的这颗黄瓜呀 它有很多地方 我都是用这种线给它绑上面的 要不然呢 就是它自己通过它的这些龙须 自己缠绕到支架上的 那我现在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说要把所有的这些绑线 以及它的这些龙须 要么是解开 要么是剪掉 就把整个这个黄瓜呀 给它放倒在地上 就是最终我把整个黄瓜 都放倒在地上的样子 然后把它的这个顶端 固定在这个支架 大概是在和我胸口平齐的这么一个位置 这样将来它一是往上生长 它有一定的空间 二也便于我们的操作 比如说给它剪枝也好 摘果实也好 然后顺着这个杆往下一点一点的 给它绑回到支架上去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地下 有一圈这种多鱼出来的藤蔓 也就是给它落 给它落到地面上的这个藤蔓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藤蔓呢 我已经把它本来上面有的一些大叶子 都已经剪掉了 那是必须要剪掉的 要不然这些叶子 它和这个地面接触 而且不止一片叶子 很多叶子在一起 很容易就是遭惹一些病虫害 这些靠近地面的地方 我们要保持它干净 不要有叶子在那里 待会儿这个小芽呀 也是要给它剪掉的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对黄瓜的一个落脉 对黄瓜的落脉呢 是会对黄瓜就是造成一点伤害的 就好比是你给花 给它换盆一样的 它会停止几天的生长 但是在停止几天的生长以后呢 它就会焕发出生机 然后开始接第二批瓜 一个简单的落脉动作 可以刺激我们的黄瓜 接二茶瓜 这样就非常有效地提高了它的产量 好 好 感谢观看